台湾现在是怎样无政府状态吗 来看看实在太嚣张了 在桃园这名机车骑士 因为自己抢快 插点和转弯的连结车擦撞 所有人都还没有回过神来 没有想到机车骑士竟然很快的 掏出了一把手枪 对准连结车驾驶 而目前警方已经锁定对象 全力弃捕 桃园街头一辆大卡车 准备从快速道路 要右转到南平路上 明明就打了好久的方向灯 但后方要执行的机车 却硬是要抢到 差一点点就酿成车祸 没想到接下来机车骑士 竟然做出惊人举动 只见男子举起右手 对准卡车司机 嘴里还念念有词 将画面放大来看 男子手中握手的 竟然是一把手枪 只可把周围民众给吓坏了 就怕男子真的开枪 而男子无法无天的嚣张行为 警方已经锁定对象 要全力弃捕 我们已经调阅了天罗地网 也掌握相关的车号 以及在通知大案说明中 男子自己有错在先 竟然还掏枪耍狠 先不论他拿的是正枪 还是假枪 这样的行为已经构成恐吓 也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更何况如果拿的是 有杀伤力的真枪 刑则可不会轻 到时候肯定狠尽全尸 记者桃源综合报导 我认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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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